歡迎收看 來到第二節 說說信可城鎮有什麼馬 會否威脅到他, 不如先說歐洲馬 一隻萬利蠔, 一隻美利堅 知道罐頭都很喜歡 其實兩隻都很喜歡 不過我們剛才在過節時也談過 其實也覺得信可城鎮 照計不會輸給澳洲馬 如果要輸的話 歐洲的對手, 始終在歐洲的氣量 或者他們跑出長途 可能是這件事來贏得到 對… 所以這隊我們會覺得比較強 其實美利堅, 你是嗎? 記得上一次 做《考比爾德盃賽事節目》的時候 因為郝先生訪問過蒙思爾 蒙思爾說對當時是萬利豪有印象 原因是因為他騎過這隻美利堅 就贏過萬利豪 而這隻美利堅事實上 今年真的厲害 他跑紅場贏了四場 而且贏了二級賽 三千米的加加利大賽 如果計算這個級數 在歐洲那邊已經相當好 因為歐洲三千米以上的級賽 其實不多 尤其是二級賽以上 我們見過加登大賽 那些是很少數, 極少數 所以他能贏得二級賽已經很厲害 而來到澳洲之後 也在智朗杯很輕鬆地贏 如果計算今年的表現 計算近期的狀態 各方面都相當理想來到這裡 氣勢如同的情況之下 蒙思爾還要選擇這隻馬來騎 我也覺得這隻馬 可能是外隊裡最強的那隻 其實蒙思爾和萬利豪都騎過了 這隻馬是符合麥爾本本的要求 上一場是贏的, 節浪杯贏的 那場馬來看片段 他也挺…走位, 有點脫臟 沒錯 在左、右插, 找個位子出來 那邊飄出來的氣勢 他近期很厲害 而且有三千米氣量的馬 唯一是少許擔心一件事 他因為贏了節浪杯之後 那個榜加了一點比賽 因為他們有罪犯制度 但歐洲馬來講 如果背得一百二十一磅、一百二十二磅 去跑, 其實問題也不太大 而且最重要是有頂磅馬 有隻很震撼, 幫他一幫他 其實對比來說, 他也不會很虧待 如果說下去, 考飛得杯了幾隻 跑得好, 勇者無畏 蘇格蘭勇, 還有摩國領士 他們是否在麥爾本杯會再秤低一點 這樣算, 我真的覺得 那場跑得最外眼是很震撼的 剛才說過了 不過事實上, 像勇者無畏一樣 的確比想像中, 那場表現好很多 也挺肯定他 他終於在接戰幾次連獎馬之後 他有些進步 加起來, 接下來跑麥堅倫 也是僅僅輸給上坑成真 因為之前挺擔心勇者無畏 跑費明圖馬的場不是太好 但是既然那場可以走出來之後 回來基本上是不停的 只不過人家比他強勁 也證明了這個肯定馬場的性能 我也覺得如果你說四歲馬裡面 除了順可成真 基本上都是以他較好 這隻勇者無畏這次有一個有利的地方 一檔本來對跑麥爾本杯 不是太好的檔位 因為你在裡面, 如果你是後上馬 塞死的機會很大 在外擋, 眼迫感很厲害 不過這個勇者無畏有個好處 他真的可以擺在前面, 最好就是這樣 其實麥爾本杯真的千萬不能擺在太后跑 這種馬是最好的 我看他這場賽事是不需要自己帶頭 他可以跟在三、四位左右 入直路, 如果先走 整天都能拼命, 這些馬其實過往 就算當年神威贏馬 神威贏麥爾本杯的時候 他還是從頭到尾還揹著重磅 這類馬是適合跑的 所以在信可成真之外 勇者無畏應該是最接近的澳洲馬 對, 我覺得是 蘇格蘭湧上次在考肥業一杯 威脅不了利用者無畏 在這裡跑, 沒什麼機會反過嗎 其實這樣看, 雖然如果計算 可能不夠用者無畏 上次也輸過 不過如果蘇格蘭湧 我覺得他有一點較好 因為他今年五歲 去年他跑過, 當時四歲身分 如果他在二十三隻馬裡跑 是五猶豬不錯的 因為當時他剛剛三、四歲 其實是不錯的戰績 上一次也證明了 今年他的狀態也來得很快 雖然他威脅不了用者無畏 但那段取勝很厲害 看直播時, 後面那種紅針 那種紅針, 是什麼? 衝上來 所以我覺得如果準備就緒來說 他的準備也相當好 有經驗和筆碼 所以不能說他完全沒機會反思 因為麥爾本是一個很講濟的賽事 我們希望勇者無畏在前面走 但有時候開步後 原來他墮了後面很後的位置 這隻蘇格蘭湧 因為排中檔, 這次是十三檔 他走位是二過勇者無畏 如果勇者無畏能把握在內檔 放前一點就沒問題 但如果不能把握的話 有機會倒轉 魔國領事又怎樣呢? 智庸, 去年贏了衛生打碼後 賽職也不是特別好 尤其是你看看今季比較普通 維持緣判 我對他的感覺和評語就是… 他一隻有質素的馬 也有實力的馬 當他演出真的會比較失掌 總之他已經達到四歲也好 上次也會反近 但其實他之前的表現 跟他三歲時沒有太大分別 他在說, 拍得好之前的兩場 未必一定會好 所以這些馬我覺得是有突擊的能力 但你說他多數會進來 或是一定能得獎金, 又不敢說 作詞 推特 作詞 推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